上次我们提过行业 另外一个跟他都息息相关的行业 那个状况可以说是发展 在过去疫情以来就相当大分别 说的是这个速递业 内地A股上市的顺风速递 其实在过去那大半年 那条线走势都很漂亮 确实他跟国泰在香港的港股 那个价格走势就不用比了 当然两个生意的模式都有很大分别 但是大家都是做运输 一个是做高级一些 是飞机 一个可能涉及其他的陆路和海路运输 很明显地是否现在两者的发展 是否都看得到货价 或者货值和运的种类不同 所以两者之间的分别那么大 一个最主要运的人 一个最主要运输货很大分别 我们就算去不了美国的话 都要喝可可乐 可乐不是美国的 在香港做 但我们都要吃些美国的 有些美国运来牛肉 美国运来的那些肉 货流是没有断绝过的 人流是断绝了的 因为货流一直都在来 比如我们之前都要说 那些类似巴西的什么扒 原来那些病毒可以留在那里 几年的那些都会有的 所以货物是不会停的 只是人流停的 其实你自己看 譬如香港是否这个物流业 或者以前就叫做运输 未来的发展还会是向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香港电视 即是黄维基 还有得再上呢 这个股票 黄维基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本地物流 本地物流的问题就是 就是说你如果和他竞争的话 你究竟 因为淘宝未来香港 如果你能够一个这么大的集团 去和你竞争呢 那是很大的问题的 即是他现在黄维基 就算看他现在来讲的盘胀 相对于他的市值来讲 都算是很差的 嗯 其实我自己看到 比如说纯粹落地的 一些最前线的物流业发展 其实都不同于以前的了 现在他们很多时候 就不会是说就送上门了 而且呢 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呢 他们都会用一些车车 就送到某一个点 然后呢 你会见到一些街坊 就很醒目的 自己就在那里排队了 排队然后呢 就在那里 拿一张单去拿货 或者给个电话 给他看一下 那做法呢 其实明显地呢 就跟 我们刚才说 譬如黄维基他们 那一套的物流模式 是两回事来的 甚至乎那些包装啊 用那些胶盒啊 我老实说 我觉得黄维基他们 企理很多的 那这个就是 是不是也都反映到 就是说其实 只要够便宜的话呢 其实就 就是内地的物流业呢 其实他们对香港的本地僵呢 其实都很大影响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呢 因为这么说呢 HKTVMall最重要的 它不是做物流 它是做销售 嗯 物流只是它的附属 那其实呢 但是淘宝啊 他们那些 淘宝有材料呢 就是大陆那些 那个状况是 他们本身 整个事业 那个 它做到的价格很便宜 所以你没办法跟它竞争 因为它是一个规模效益 而黄维基呢 本身无论在产品的种类啊 就是无论我多崇拜香港电视 HKTVMall 我不可以 只靠HKTVMall生存 我一定要有淘宝你的辅助 那这个逻辑呢 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这样看下呢 其实呢 黄维基的那个 销售产品的那个 范围呢 其实都是白货 雜货啊 或者一些 就是现在我看到有 有买一下波鞋啊 有其他的运动用品啊 那但是是不是 它的生产商 或者它的供应商 它仍然都未可以是说 很大规模地 好像内地那些 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巨模吧 就是说 在内地找多些不同的供应 那我这么说 以前有一样东西 香港有一样东西 就是士多 士多被七十一人打掛了 你基本上 这就是 以前一样东西 就是白货公司 白货公司 如果你现在出贬 可能你现在七十一 都不止买八有货了 就是那件事呢 整个世界 Division of Labour 那个分工 已经到达这样的程度 你只能够 被大集团吃光 所以以前有些什么 屈城市哥拉汽水 都被可乐打掛了 你好像黄维基那样 你只要限制在自己七百五十万人口上 希望能够生存 除非香港变成朝鲜 如果不是 到最后你没有前途 为什麽要变成朝鲜 就会变成朝鲜 朝鲜不是自己自身 自身 那就可以了 就是说 香港是一个 开放的社会 但是那个游戏没有变的 但是别人的价格 别人做到一个市场 为什麽到中国赢了 中国赢了一件事 人赢了很多 它的内循环比较大 就是赢了一件事 赢了一件事 你现在 就是说 以前为什麽 港产片是可以的 那些就算不是 你可以很低成本 做一套戏 你看到以前的戏 你以前是最近的时候 那些戏 你一看现在 80年代 90年代的戏 你会觉得很低成本 但你现在已经不行了 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 你还可以做艺术片 香港有七百多万人口 你除非 你完全不让街迷人进来 完全不让西片进来 或者外国片进来 或者台湾片进来 如果你本身的市场不够大 你的内场不够大 你的市场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这么多的 你的市场不够 你只做内面的 你只做内面的 你被人把关 但是情况是这样 反过来说 邱藤华局长 刚刚上个星期才 还在说 就是那个 和美国之间的 Made in Hong Kong 那件事仍然 继续在 在大家互相糾结的阶段 那为什么 王维基不可以 用一个逻辑 打回到大陆 就是说 在HKTV網买的东西 就是从HK HK没有自己生产东西 不是 我想说 好像以前 前几年 上水买奶粉 很多内地同胞 其实他们都相信 信任 在香港 买到的货物 就算它 不是 香港生产 也好 首先来说 那你就要先切关 切关 好的话 大家可以免费 如果大家免费 王维基免费 淘宝 有没有机会赢 他会买一些 很高荡的东西 他会买一些 很高荡的东西 但他又不进入 王维基 你要买一些很香港的东西 例如奶粉 很高荡的东西 而且那些东西 是要在大陆入不到的 你要在大陆入不到的 它不同 始终你做网购 不同做零售 现在王维基 相信他也不太想回大陆 嗯 即是说 其实你觉得 现在的物流 或者这个网购的格局 在香港和内地 应该都仍然是壁里分明 各自发展的了 而且 因为香港人 是不是集网购呢 网购它在街上买东西 太便 所以网购是没有 即即即即即即是幾爆炸性增长 都没有像大陆那样去做 等于像美国那样去做 等于好像美国那样去做 始终人家在街上 70元 在买东西 当然东京也是很方便的 大问题是 暂时会涂汰 但是那个涂汰的过程 不会很慢 但是香港呢 其实你会不会 你自己有没有网购呢 首先 即你那些名牌 有時很少網購 很少網購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就是我自己看到 現在其實譬如一件貨 即是一個大型的 就算你說是一個很大的 N字品牌的體育用品公司 它最大的那間購物 可能都是擺得到 我想都不會過一千件產品 我想都是只有五、六百件 但是你上到他們的網站 其實你會看到 當然是以不知道多少倍計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們是不是還需要一個實體店 其實是不需要的 現在你剛才說的黃維基的問題 黃維基賣的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Niche Product 所以問題 你覺得網購當然比實體店好 已經是完全在全世界都擊敗了 但是你剛才說的黃維基的生存性的問題 我就很訝異了 好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周顯 兩個再談一談 究竟網購 或者甚至乎 跟香港的商業物業的市場發展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